永长流 生命艳势 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Zither Harp 电视机前面 诸位大菩萨 阿弥陀佛 今天要来跟各位 来分享的是 一个故事 叫教书的先生 在大陆太原市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生了一个孩子 已经两岁了 但是还不会走路 说话也不清楚 看了很多的医生 诊断出说 这个小孩子 是患有轻度的脑流 夫妻两人万分的着急 那后来经过辗转了 要请示一位 有修行的老和尚 这位修行的和尚 是有经过他本身的 修持亲近 来了解 一些 我们没办法了解的一些事项 那边找了一个 老和尚的亲近的一个善友 那向老和尚来请示 那经过老和尚的允许以后 夫妻两人来到老和尚的面前 来向老和尚请法 将这个应由向老和尚来说明 那老和尚经过禅修了以后 来向这位夫妻来开示说 这个孩子的前身 有一次 在地方上是非常有声望的 一位教书的先生 古代时候都叫做先生 那我们现在都叫老师 包读诗书 当地不少的人 对活法的很有 有一种学习的寻规 向他来请教生死观 以及六道轮回的问题 他对人说 活法讲的 都是虚妄的东西 谁见过六道轮回呢 所以他又引用孔夫子之言说 不知生言之死 来肯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 很多人要踏进佛门 又退下来了 失去了学佛的因言 因此 因此这位教书的先生 紧盆一枝半解的武断 阻断了别人 起开智慧的机言 所以因为他造了这种夜报 死后多生多世都若为猪 而这个孩子的父母 因为喜欢吃猪肉 尤其猪头肉 最为美味 当这个猪被杀的时候 他们就把猪头买回来 努来吃 二眼成熟了 这个猪 神士 就来投胎 作为他们的儿子 这个是教书先生的果报 这个是教书先生的果报 也是这个孩子 父母他因为喜欢吃猪肉 因言的果报的报应 要想转变这个夜报吗 他们要忏悔吃肉的罪障 并要全部吃素 还要很诚心的 代替教书先生忏悔 念地藏本演经 回向给被教书先生 所遗物的想邪佛的人 也要为他们 为这只猪来念地藏经来超度 只要他们坚持的照办 再配合医疗锻炼 孩子会有慢慢的好转的 身体可以基本恢复正常 将来的生活一定能够治理 那这位老和尚的信众 他将这个话如理如实的 来向这个小孩子的父母亲来转达 转达他们的姻缘 那这个孩子的父母 的祖父祖母 在肉联公司上班 那下属就有宅 屠宅场 他们家都吃鲜肉 非常地方便 而且他们就是因为喜欢吃猪 猪头 现在抱怨在自己的身上了 真是自作自受 悔不当初 那孩子的母亲呢 流略地表示说 要真心忏悔 就按着和尚的吩咐去做 一定要治好孩子的病 在这里愿他们能够持之以恒 怀劳 转为菩提 你看在这个地方 母亲的伟大 母亲听到这个音言 这个孩子是他心头肉 他为了牺牲他自己 他都愿意 为小孩子的身心的健康 无私无悔 来忏悔 来为小孩子来赎罪 母亲真的是伟大呀 所以说为人子 对父母亲 一定要 孝顺 不只说物质上的 供养父母以外 还要顺其的一致 好好的孝顺 本世世加摩尼佛 给我们开示 人世间父母的恩典 三宝的恩典 这种宏恩伟大 我们千千万万不能够 来忘记 尤其是修行者 对父母的恩 更是要落实 除了为父母 在现实上 让他们得到安乐以外 要为他们将来的成就 就是不堕入山土 清净三宝 让他们将来得到 毕竟的安乐 毕竟的解脱 非常的重要 现在在讲另外一个故事 占小便宜 吃大亏 一个27、28岁的女孩子 耳聋 重听 有时候好 有时候坏 经过很多医院的检查 但是都说没有毛病 可是他就是听不清楚 人家在讲话 有声音 但是都没办法去了解 这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那他们就 他爱的音言也很好 他喜欢 他们进入佛事 来礼佛 来直送佛号 清净 善知识 就是因为这个音言 他的朋友之间 也跟一位有修行的老和尚 作为弟子 他就很高兴地为他引进 向老和尚请法 那和尚就问他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怎么你的耳朵里面 都塞满了硬币呢 这个女孩子 一时也是觉得很疑惑呢 又回答不上来 他就向他解释说 本不该属于你的钱 你这些贪的小便宜 将这些钱归为己有 你耳朵 你耳聋 就是因为贪小便宜所引起的 这不是说 这不是耳朵内真的有钱 你想想看 有没有这个事情呢 这位女孩子就立刻回答说 自己在一个石油门室里面 做收款员 那每天结账的时候 经常都会多出一些 这个封闭小钱出来 也不只过是一块两块 这个都是顾客 他们都不收而留下来的 他要坐上下班啊 供汽车啊 刚好拿这些钱去坐车 他认为这样也不是贪污吧 然后呢 这个和尚就对他讲了 这不是贪污 但是你这个是贪心啊 他不好意思的点点头 和尚在问说 今后你还贪这个小钱吗 他很干脆的就说 这才叫做贪小便宜吃大亏啊 我再也不敢贪了 这样好了 和尚的语音未完 他就觉得很惊讶说 诶 这么奇怪呢 我的耳朵已经清楚了很多呢 和尚就说 耳朵内的钱没有了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火腿肠小磕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女孩子很惊奇的说 嘴巴张得大大的说 哎哟 我的妈呀 师父啊 你怎么都看得出来呢 他就说了说 有时候啊 我少给客户的钱啊 到了晚上的节的时候 都会多出来 那这些钱呢 我们第二天中午就去买这个火腿肠 多加一些菜 这样子我们也有罪吗 那和尚就说了 你是收款员 不该算错账才对啊 何况多出来的钱啊 应该要交给公司啊 而不是当的失分 大家来评分呢 所以说 所以说 决定钱不在你的手上 你说 他这个你还是赶快 赶快跟上 和尚说 师父你说的对啦 人家说老天有缘呢 老天真的有眼睛呢 从今以后 我就不再做这种贪小便宜的事情了 和尚说 你说话要算数喔